如果没有枪管的加持 子弹还能成功射出去吗 在电影《火线保镖》中男主用手指夹住子弹 并把夹住子弹的手放在火上烤 就将子弹成功发射出去了 而在电视剧中也有这样的一幕 将子弹塞进树洞中 之后用刀抵住子弹的敌火 并用石头敲击刀把成功将子弹发射了出去 那么在没有枪的情况下 以上的两种激发子弹的方式都能在现实中实现吗 首先试试第一种子弹被激发的方式 这次测试尽量接近电影使用9毫米子弹 将9毫米子弹固定好后 就让我们开始测试 经过49秒的火烤9毫米子弹才被成功发射出去 虽然没有了枪管的加持 但子弹发射出去后却击穿了凝胶 打在了桌子上 接下来再来试试撞击子弹敌火的方法 这次被撞击的子弹是0.50BMG子弹 看看0.50BMG子弹能否成功发射 虽然0.22子弹成功击中了0.50BMG子弹的敌火 但没有了枪管的加持 0.50BMG子弹根本没有威力 看来在没有枪管的加持下 以上的两种方法都能成功发射子弹 但发射出去的子弹威力很小